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没事不要紧的 哎 别说了 我直接要带你回去 喂 辉哥 玉儿姑娘 你醒了 我这是怎么了 身上好疼 还动不了 千万不要动 你刚才被炸弹误伤了 现在身上有好几处骨折 需要静养才行 哎 都怪我 你从小就在沙漠里面 不认识炸弹 我怎么就把这事给忘了 别这么说 你看这一次 我不就认识了吗 啊 玉儿姑娘 你倒是挺乐观的 嘿嘿 辉哥 回来了 嗯 炮草怎么也受伤了 都是我不好 没听你的 冲进去之后被老鼠围攻 心儿它过来救我 才受的伤 算了算了 事情已经发生了 不如现在考虑一下 咱们解决这两个伤员吧 咱们从城堡里出来的时候 还带了不少物资呢 不如把木房扩建一下 好 咱们再建一间屋子 当作病房吧 现在他们两个都需要休息 并且这样 咱们照顾起来 还都容易一些 好 好 咱们再建议一下 感谢观看